夏桥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减肥 什么 你要减肥 你身材那么好 你要减肥 好什么好呀 天哪 我师兄说了 他那个董燕萍 瘦瘦得白白的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当年 那个小胖妹的我 站在他面前 他连看都没再看一眼的 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从现在开始减肥 我也要变得 瘦瘦得白白的 你得监督我 要不我不自觉 干吗 我怎么发现你瘦了呢 巴掌大的小脸 你怎么减得肥啊 两天了 吃不香睡不着 不瘦才怪呢 别读红烧肉这道菜 肉是五花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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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制作之后 肉是五花三层 美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美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肥而不腻 肥而不腻 秀瘦 最近桑田在减肥 你们劝劝他 不可能 他平时吃得比我还多 我吃得多 是为了更好的投入工作 不吃饭就不工作了吗 你结实的话 不应该看美食大全 你应该看解剖图大全才对啊 师兄 你不知道 这是我自创的 残忍断食疗法 我就是想用 饥饿和美食图片 来磨练我的意志力 那你自虐 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吗 兴雪儿 你没发现 桑田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肥肩膀高了 肥唇彩了 比以前漂亮了 是不是 长期保时 确实会让大脑走衰 桑田 你平时就不像一个女博士 其实对你来说也有好处 这样防止大脑老化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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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其林的星级水分 你怎么不吃 来坐下一会儿吃去 陪你 我不饿 他在 看着不像吗 他在断食自虐 没有 人哪 别断了 赶紧吃点吧 行了 你俩别管我了 赶紧吃吧 一会儿凉了 行吧 那我俩吃吧 我就不好意思 有事我去拍大街 我去拍大街 原来这个学者型的女孩 为了减肥也那么拼呢 你 你怎么不吃啊 我吃啊 我一直在吃 怎么还不出来 三天 快快快 我去拍大街 还在里面 快要别 See you 我吃不错 我去拍大街 你来说银行吗 你干嘛 吃呀吃呀吃呀 你回头 你给我来客气 你给我解释一下 手机里的照片 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解释一下手机里的照片 你给我解释一下手机里的照片 你说怎么在乌城 你干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这个变态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别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走过 你 你老叫你们 别别别 别别别 我跟你说 你干 小仙 我这手机 我杀了我 不知道她为什么 小仙 你干什么 小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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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田 桑田 怎么了 桑田 桑田 你 你 跟我出去一趟 干嘛 干嘛呀 杨启明 来 哎 董事 太善解人意了 我跟你说 嗯 像你这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真是多多 我说 第一时间我还真没反应过来 嘿 不过还好 我比谢全你呆在墙吧 照片怎么回事 什么 啊 什么什么 什么 什么照片 你说什么照片 沙滩照 嗯 沙滩照 你手机里的沙滩照 我的沙滩照 想起来了 不是 那 那沙滩照 那上面是你啊 嗯 我的妈妈 不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真的是你啊 我 我不知道 我那天我在上网 我看了一个姑娘 哎呀 那个三位 那 那 那 大长腿 我就说 这姑娘太好看了 这是选美的吧 闭嘴 杨启明 我就把她拍下来了 你还敢说 还敢编 不是 你等着我给你算账 我没编啊 不是那真是你啊 哎 你 你要火呀 你给我签个名呗 师兄 董燕萍是谁啊 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啊 你怎么知道她呢 我跟婷姐逛街的时候 听她说的 董燕萍 是不是还在中学当老师啊 也有可能升职了 她 师兄 你接来问了两个 有关于她的问题 你有关心她吗 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啊 她长什么样啊 好看吗 她 就是特别瘦 眼睛特别大 皮肤也挺白的 就属于那种 特别有骨感的人 反正 人可能瘦起来就好看吧 喜欢骨头的都是狗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我车来了 我先走了 喂 什么人嘛 你应该先送我回家 你在回家的嘛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